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阿晴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報 在今天來告訴大家 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總統候選人 這樣子一個抽籤的過程 但在今天抽籤之後 我赫然發現什麼 我赫然發現了侯友宜竟然沒有去 侯友宜為什麼沒有去呢 那這個部分真的是很奇怪 侯友宜沒有去 他到底去做了什麼 如果說這次的選戰 他都沒有去抽籤的話 有人就想知道有什麼是最重要的 我們在今天重點當中 第一個講抽籤 第二個我們要講到的 就是呢 黃國昌不是有一些空中的照片 去指控賴清德說 他這個所謂的房子 當年的萬里老宅 是不是有所謂的違建的部分 結果被人家講說 你那個照片是不是造假 為什麼 他說那個地點都不上來 所以黃國昌剛出來了 然後非常的生氣 那我們今天也要告訴大家 第三個重點 其實是很多事情環環相扣的 很多事情環環相扣是什麼 現在中國的戒選是不是來了 現在呢 張榮衛到底為什麼跑到了 這個澳門去 他到底要跟誰密會 然後我們來看到一個更瞎的是什麼 就是吳一寧今天開了個記者會 因為他就說 謝一鳳啊 廖宛如啊 你們這些國民黨的人 明明就是我們台灣要捍衛台灣 我們不要中國戒選 然後呢 陸委會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國民黨竟然就去通過一個案子 提出一個案子 他說呢 我要刪除陸委會的預算 然後今天呢 民進黨在開79會的時候 謝一鳳考到當地去 啊你就說話啊 他也不說話 就站在那裡 然後就離開 我覺得真的是瞎到爆 然後到最後就說 我全部案子都不退啦 我就是要刪 我就是要刪 我突然覺得說 謝一鳳你是謝公主 還是什麼的 你要不要講清楚 你今天要處理的 應該是中國的戒選 你幹嘛去管我們的入委會 然後今天真名中更好笑 就那個我們台語講叫什麼 見笑反生氣 見笑當生氣 就是這樣說 好我們在今天內容當中 跟大家來告訴大家的是什麼呢 我們就先來看到 這個我的皮衣很奇怪 好等一下再說 來我們來告訴大家 在這裡呢 就是侯康抽籤了 結果今天缺席 還有昌 黃國昌的空拍圖 是不是造假 那我們看到黃國昌剛出來 他就非常生氣 他說我沒有造假 我沒有造假 這是農業 林業署給我的原始照片 那我們要看到 為什麼PTT這樣炸鍋 我覺得他是有兩個事情 引發爭議 至少兩個我一個可以確定 他就說 你這個行照圖 不管在新的上面 或者舊的是在上面 你套上去就不一樣啊 所以有人就說你是造假的 那他講的這個圖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圖A 然後這個是圖B 兩個套上去位子不一樣啊 位子就是不一樣啊 好那我跟大家說 我可以確定的一個黃國昌跟柯文哲都搞錯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就來講說 這個是不是新的違建 這個不是新的違建 他第一個錯就是說 因為在這裡他們都說 你是2003年啊 又蓋了 因為那個時候垮了嘛 所以他們就蓋了 那礦工蓋了以後 他就講2003年是新的違建 錯了 2003年是民國92年 民國92年按照公文來講 民國98年之前都是既存違建 他不是新的違建 那當然問題來了 大家有講的亂七八糟 請問他既存違建是不是違建 是的 既存違建 就是你已經存在的違建 是的 但是要不要拆 沒有 很多既存違建 就是說你擺在那裡 我把現有的違建都拆完了 我再去拆 所以這就是個模糊的空間 然後你一定要逼著他說 你要去拆 你要去拆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去拆 你知道嗎 這些礦工的宿舍有6000多戶 你今天要把國民黨為了選舉 要把6000多戶 礦工做的房子全部拆掉嗎 你厲害 那我覺得要有優先順序嘛 你要不要先拆豪宅嘛 你要不要先拆 所謂的上面變成什麼高爾夫球場 顯而易建的 我們要找什麼 最可惡的先來處理嘛 那當然你今天要來講這個事情 不要模糊空間 他是違建 但是他是既存的違建 我們知道什麼叫既存違建 既存違建就你擺在那裡 全部這些其他拆完 再來看你那個 他沒有明講說要拆 那我今天再來告訴大家 第二個錯 我就想問華國昌 他到底所謂的 在這裡面的空拍圖 有沒有造假 現在他就說沒有 可是呢 就是有PTT的人就說有 他就說你們都是側翼 那我們等一下就跟大家看清楚 那個圖到底是不是套起來不一樣 那我今天再來跟大家講 今天的內容是什麼 我要跟大家說 今天真的來說 這次侯跟康 還有呢就是柯文哲 這三個人真的很奇特 為什麼講很奇特 我先講喔 侯康你到底有什麼重要的事 你在今天整個的抽籤過程當中 完全的身影 據說是在密會啦 密會的內幕是什麼 據說在準備啦 準備今天要公布什麼國防政策 那我跟大家講 他公布出來的政策 他就說我們要有百億加薪 然後他又說呢 我們在這裡面要有軍人相關的尊敬的活動 我都不反對 只要你能夠有錢 我都不反對 但是我跟大家講兩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事情 他沒有提到說 我們什麼時候 我們的兵役要從一年縮短為四個月 這個他不敢講 他也沒講 趙少康不是說要變四個月 他沒有提出來 第二個對於服貌的部分 他也不敢提 也就是說今天的這個政策 可能要開會 是不是打一架 還是吵一架 才能夠公布 那我今天再來看到 柯文哲的部分 我真心覺得柯文哲怪怪的 因為柯文哲的講話今天講明天就翻臉 連趙少康都說柯文哲你就是語無倫次 為什麼講語無倫次我就講兩個事情嘛 第一個他說朱立倫啊你把一億八千萬元了 在黨產會處理之前你就轉到私人基金會脫產了 他說我有證據 然後第二天就改口說 啊我不用公布啦 你們上網Google一下就有了 啊你不是有證據你公布啊 他根本沒有證據啊 他根本沒有證據 他就隨便講人家 這個朱立倫啊 脫產一億八千萬 就是蠻大的事情 可是你看朱立倫也不太敢罵柯文哲 因為他要柯粉的票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 真的演戲演得太奇怪 然後我今天再來講到呢 還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我們講第二點 他就說如果在這裡的話 你到底怎麼樣 你就是說賴清德 我就到你那邊去直播 直播到你哭 讓你哭 結果他現在又說 那我我不要去直播了 反正這個也不差我一個 但是結果到最後是他自己哭了 所以他到底在哭什麼呢 有人就說他實在哭 他的那個民調崩的那麼厲害 但是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我覺得經過了這個週末 我真的覺得你不要用話給 大家都說我 我跟你說我的內參民調 怎麼突然怎麼樣 我現在柯文哲都說 我贏了侯友宜3.3% 然後侯友宜又說 我接近賴清德 我們打平了 你的數字在哪裡 你要公布啊 但是我回到這裡 我真的要講柯文哲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我不知道這一段有沒有刪掉 但是我的看法是 你講話要有信用嘛 你今天每天都說我有證據 第二天就說啊反正你自己查就知道 誰相信你啊 我想請問柯文哲 你到底講的哪一句話是可以相信的啊 對不對 你到底講的哪一句話是可以相信的啊 那我今天再講到這裡 同樣的韓國瑜講的話能信嗎 韓國瑜當時是選了高雄市長 一轉身就進到了香港的中聯辦 然後他被捧到都忘了他是誰 就要出來選總統 然後變成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第一個被罷免的高雄市長 他還覺得不覺得奇怪嗎 然後他講馬文君什麼 他週末的時候去挺馬文君 他說馬文君啊就像是腊肉一樣 被民進黨吊起來打 我是不知道腊肉形容馬文君是不是很奇怪 但是馬文君涉及到泄漏潛艦機密 而且涉及到吃國土30年 但是我們要講 韓國瑜跟馬文君還真是像 因為韓國瑜當時不是雲林有一個違建的別墅嗎 變胖又變高 這個台子打出來有的沒的 到最後是拆除違建的命運 馬文君是南投的違建莊園 馬文君打死是不拆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講當時韓國瑜在選總統的時候 被發現的美輪美奮的莊園 最後李嘉芬召開記者會宣布 這個農舍這麼大的農舍已經轉賣過戶了 但是他不願意透露到底買家是誰 但是你知道他為了這個農舍 我也是報導了農舍 他就加分解就跑來告了一堆人 也包括我在內 我當時就很納悶 你如果農舍沒有違法 請問你去拆什麼呢 對不對 今天說他的農舍有問題 是我們政府的雲林的農業處 講他有問題 所以我就說嘛 這都亂了嘛 你國民黨找了一個 當時被認為包草的人 來當不分區的第一名 你每天就做夢夢說 因為韓國瑜在不分區的第一名 所以你的這個國會啊 一定會拼到過半 但是我要跟你講 如果你真的有信心 你就把韓國瑜擺在 你的安全名單之外啊 你擺在之外才能夠拼嘛 你今天要講 你要檢討賴清德的 我覺得可以 你們去看看他的問題在哪裡 你們今天講啊 我常在想 你如果要付稅 你新比市政府一定有給我稅單 你今天如果說 你賴清德家人沒有付稅 好那你新北市政府把它調出來 我在民國幾年 民國幾年通知你交什麼稅 你都沒有交 這不就是很簡單了嗎 賴清德副總統也可以說 對不起我媽媽年紀大了 沒有交 我補交 我跟你講那個地根本沒多少錢 問題是 你新北市政府怎麼沒有公布出來 你電腦一刷就可以知道 你到底 我給你多少次通知要交稅 你沒有交啊 他完全就是故意打模糊仗 我覺得這樣子會傷害到的 不是賴清德 而是所有很可憐的礦工的子女 他們現在都很刷你知道嗎 如果到時候這樣子一弄下來 他們當時都是類似的狀況去改建的 你全部要他們拆 我再講一次 這種礦工的宿舍有六千多戶 你全部叫他們拆嗎 我希望你侯友宜 講清楚說明白 你有這麼多的房子 在陽明山上面隔那麼小間 去賺人家一個月一萬六的租金 你今天跟誰價格 你跟那個礦工價格 我看起來實在覺得這實在是很超過的 好 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 不分藍綠的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我們先看到的 就是台智元說 中正紀念堂的樹被砍成這樣子 都砍掉了 然後你跟我說要設西燕區 哇 被罵翻了 那中正紀念堂怎麼說呢 另一方面就是中國的山東號 今天由北向南 穿越了台灣海峽 還要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有講說 趙少康說我打電話給郭台銘 他都不接啊 那到底怎麼回事 好 我們在今天呢 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整個的內容 還包括了就是大家在搶凱盜 然後今天國民黨說 哎呀 我1月11號沒有搶到 我半夜要來搶1月12號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 在這裡先來看的 因為呢 以正義之勢來自尊的 就是黃國昌嘛 黃國昌說穿了就是夢想說 這個柯文哲 能夠選上總統 他可以當法務部長嘛 但問題是你自己給的資料 有沒有問題 你不要告訴我說是誰什麼什麼 農業部林業署給你資料 你那個資料人家對照 你直接應該解釋說 為什麼網友給的圖 他那兩個點是對不起來的 他今天完全沒有解釋 所以你知道 你拿的圖是對的嗎 然後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今天呢 蕭美琴他到了台積電 因為傳出日本的媒體說 台積電在熊本設場之後 要找新任的新當選的總統到熊本去 那我們先來告訴大家 今天呢 侯友宜拋出國防政見 今天下午記者會 我認為說 他如果真的是因為這樣子 沒有去抽籤太奇怪 你知道抽籤能夠耽誤多小 耽誤不了幾分鐘嘛 但是他跟趙少康都沒有去 所以顯示他們是不care嗎 我跟你講要是我去選 我一定去啊 因為就是抽一下籤嘛 尊重嘛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就看到了 就是他的記者會說 我們對於國防戰力基礎的 志願役百億加薪方案提出來 要把九三軍人節改為 全國放假的全民進軍節 今天沒有提重啟服貌 那也沒有說 那個兵役要不要縮短為四個月 但是加薪的內容呢 他說志願役每個月最少加薪一萬塊 其他的志願役加薪八千到六千塊不等 有人就批評說 你這樣子百億 請問錢從哪裡來呢 那還有就是侯康缺席 據說就是在密會了 或者是討論這個政界 或者是準備辯論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到黃國昌的部分之外 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今天還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我們要講 今天的內容 就是徐若萱 她的這個離婚的事件 還有就是楊成林 可能讓她的中國籍的丈夫也很緊張 她得罪了所有的河南人 以及歐桂枝 她這個北一女的國文老師掀起了圈堆血 在整個週末有重大的發展 而扯到了疑似親中 還有相關的部分 包括她在課堂上 有沒有講政治的話題 我如果覺得她如果在課堂上講政治話題 要是我在北一女念書 我會覺得非常的不高興 你是什麼 你不是教政治的吧 你教國文嘛 你教國文怎麼會扯到政治去呢 還有呢 柯文哲大烏龍啊 把這個所謂的風發電機啊 說設在朝間帶 他不知道朝間帶是什麼嗎 還有賴清德點了三個區 說這三個區一定要贏 民進黨國會就會過半 還要告訴大家的 就趙少康也失言說 我們找一個軍事觀察團到中國去啊 然後就被笑 就被笑翻了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笑 因為 因為我們要組軍事觀察團到中國去 那趙大哥你先去啊 看你要貝斯在哪裡 你要貝斯在福建 還是貝斯在這個朱日盟對不對 蒙古那邊 那問題是 你知道嗎 在國際法或國際政治上 設這個軍事觀察團 它是互相的 我們派人去 中國就要派人來 請問中國的專家 要看我們哪裡的軍事呢 你提出這個內容 我就覺得 趙少康可能不是學政治的 他講的話真的也蠻褒草的 好 我現在來看到 這個歐貴之老師 這個事件真的是占翻了 我對於這個事件 我的看法是 我還是要表態嘛 因為畢竟 他是北一女的國文老師 然後我們也是校友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事情 其實在北一女的氛圍 比較不太有人願意去講這個 因為覺得他不是那麼的主流 他在學校裡也不是最好的老師 他就是有一點那種 他有他的一個想法 就像我上禮拜講 我說他如果提出來說 要不要刪除哪些文言文 這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在我評論之後 原來蹦出來他有一些 比如說到香港參加什麼活動 比如說他有講到一些大中華的思想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課綱當中 你要刪除哪一些文言文 是可受公平的 那歐貴之到香港參加類似統戰的學術性研究 不等於他不夠專業 我的看法是這樣 不用說他那個是什麼統戰 他就不專業 我不這麼認為 他有他的專長 但問題是 你在北一女的課堂當中 大談你的中國夢 或大談政治 大批率 大批日本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你是教國文的嘛 我們講國文老師嘛 你們講政治幹嘛 然後我還看到他講說 北一女 因為明天就是120周年的日子 很多人都要慶祝 我也會去參與直播 但是他說不值得慶祝 因為這個學校是從日本時代就開始 那我就問了 你台大醫學院不是日本時代開始的嗎 你當時就是日本有統治過台灣50年 不管你是說 他是執政50年 還是他被竊取50年 whatever 你今天講這個話就非常的失格啊 我今天問的是 你哪位啊 你只不過是在北一女 教國文的一個老師 你憑什麼去批評 北一女有沒有資格去紀念120周年 我今天倒是上窮必落下皇權啊 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北一女畢業的 我沒有查到資料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更沒有資格講 如果你是 你只不過是眾多的 所謂的校友之一 你憑什麼講 好 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 今天內容當中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就是柯文哲一號 賴清德二號 侯友宜三號 打賴空拍圖被說造假 到底怎麼回事 另外我們再來告訴您的 就是哎呀 這個網紅跑去開箱了 吳欣營在英國的豪宅 柯文哲為什麼GG 柯文哲講錯了 柯文哲人講的是有多少能信 柯文哲說那是他老公的房子 拜託你柯文哲沒有看新聞嗎 他早在跟他老公結婚之前 就有那個房子 那是吳欣營自己的房子 再來看到張榮衛到澳門密會嗎 謝依鳳這下被吳欣營一擊 整個失控啊臉都僵了 還要告訴大家 徐若瑄的離婚 我們不談他的情史 我們就說他離婚了 這個是腊肉 腊肉 看到腊肉怎麼會想到馬文君呢 我覺得真的是污衊 馬文君要很生氣韓國瑜了 來世界醫師會的訪問團 今天蔡英文總統接見 還有習近平明天要訪問越南 我們來看到在今天的新聞重點 好在今天的新聞重點當中 我們要為您報導的 把椅子一上來 我們要為您報導的是什麼呢 我們就要來看到 今天相關的事件 尤其在抽籤的過程當中 一連串的內幕發展 真真假假 到底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呢 好我們首先來告訴大家 在今天的內容當中 首先來講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今天抽籤的內容 按照順序來 其實是蕭美琴先抽的 但最後侯友宜沒有去 最後號碼是出來 侯友宜排老三 但我不知道他最後選舉 應該不至於輸給柯文哲變老三 然後黃國昌硬要打賴清德的萬里老宅 結果被說你的衛星圖有大問題 還有就是韓國瑜說 馬文君是什麼肉 是腊肉 今報12月11號 今報12月11號 我們首先來告訴大家的 就是呢 先來看到 今天出來的號碼出來了 柯一賴二侯三 那當然 柯文哲曾經嗆聲說 我要查朱立倫1.8億 脫產的部分 結果他現在 嗯 蜘蛛閉起來嘴巴點點 那不敢說 第二個就來開箱 無形營的豪宅 然後第三個就是中共密商張榮衛嗎 還有有一個說法 4.8億台幣喔 要買我們的這個飛行員來投貢 然後把這個什麼直升機喔 降落到海峽中線的山東號上面 我覺得這整個事情聽起來真的有一點瞎喔 真的有到這個4.8億的這麼一個巨碼嗎 那我們先來告訴大家喔 今天的內容抽籤的號碼 蕭買琴先抽2號 柯文哲再抽1號 然後呢國民黨這裡都不出來就找了發言人李立貞抽到3號 那蕭美琴最先抽2號 他喊出美德雙拳穩健向前 柯文哲抽到1號 沒有喊口號 場外的柯營就喊說一無反顧拼一次 然後呢 侯友宜的這個發言人啊 李立貞抽到3號 口號是總統號頭三 坐你靠山 好我們來看到呢 在這裡喔 蕭美琴跟潘孟安是9點44分來 柯文哲跟黃珊珊9點55分到 那大家比較訝異說 啊不會吧 侯康沒有來還真沒有來耶 那侯康12點的時候是上了鍾佩君的節目 他說呢我們4年做不好 我們也會自己下台不用別人請 他是這樣講 但問題是很多事情是不能夠嘗試的啊 如果我們現在就覺得你不OK 我們也不敢把台灣交給你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到 大家就說號次到底怎麼樣 有一個樓歪了啦 我要講一下鍾佩君喔 他今天在這個訪問當中 就自爆說他懷孕 他的小寶寶喔 他的第二個小寶寶喔 就是他應該是在明年5月就會生啦 我們就恭喜一下鍾佩君 所以你知道嗎 那個那個朱學衡喔 在那邊543說不承認 有強吻他的時候 害他在那邊很激動說 我被你傷害了N次的時候 那個時候鍾佩君已經懷孕了耶 所以你這樣是對孕婦很不敬耶 好那回到我們的主軸 我們來看到在這裡歷年當選的號次 2000年陳水扁5號 2004年陳水扁1號 馬英九2號 馬英九2號 蔡英文2號 蔡英文3號 所以七次當中有四次是抽到2號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呢 2020年大選的時候 韓國瑜跟張善政一起出席抽籤 他抽中2號出來高唱 我們兩牽著手啊 選總統 所以我就不懂啊 為什麼侯友宜跟趙少康 你沒有去你就失去了 跟你的選民接觸的感覺 選民也會覺得你們根本不在意吧 你們根本看不起 就看這個沒有嘛 你都沒有去抽籤嘛 那我們今天再來跟大家講 這裡面柯文哲為什麼改口 改到已經不認識他是誰了 他說他要查朱立倫1.8億改口 他自己在12月8號說 朱立倫早在2015年 把1億8千萬元 轉到私人基金會來拖產 然後他說有證據 我馬上就會準備好 來回應朱立倫 但是昨天就改口說啊 上網Google一下就有了 不需要他準備 今天完全不提 然後呢 當然在這裡也嗆說 要直播賴清德 讓賴清德哭的更嚴重 他今天又說啊 直播也不用我去了 所以現在已經是 趙少康大哥講的沒錯 已經是語無倫次了 那語無倫次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在這裡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大家都是各自在喊民調 因為柯文哲很怕擔心被拋棄嘛 結果呢 現在出來的民調說真的 這個民調當中 中國時報說柯文哲的民調崩跌 民眾黨已經下修不分區的席次 從八席變成六席 搞不好到最後他現在五席 搞不好以後就連五席都守不住 好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在這裡包括了什麼呢 大家說這個時候啊 如果說有誰會去跟中共一起唱賀 影響到台灣選舉 非常不應該 但是我們就來看到在這裡啊 這個是自由時報的獨家 就說呢 前雲林縣長張榮衛 7號前往澳門 同行的部分人士轉到中國 跟中共秘密恰商 但他就說天啊你是幹嘛 有人就說是要談 中國禁止進口的台灣農產品 要重新的到中國去 一旦到時候有的話 就等於給國民黨打一些強心針 說你看看喔 中國開放了哪些地方 大家又可以把農產品送到中國去 然後張榮衛的妹夫 中華民國農會總幹事張永成 今天就回應說 張榮衛是受雲林 現議會邀請去的啦 他單純聚餐啦 他沒有去中國他去澳門 欸 我跟你講 澳門現在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他說今天就會回來了 那問題是張榮衛 他到底在澳門是見誰呢 你知道嗎 他們有這個珠海大橋什麼的 澳門有一塊地方 他等於直接跟深圳是連結的 所以你不用坐船做什麼 也不用過什麼橋 你直接就可以過來的 然後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這裡就是CityWang 望中集團有個媒體 他就說敏感的0221專案外洩了 他可能也是想說 這樣子來凸顯這種危機感 但是我們來看到 這個0221據說很機密 當中外洩有一個4.8億台幣 側動飛行員 駕駛CH47契努克 軍用直升機 在海峽中線當中 來降落 你幫我找一下那個直升機 因為直升機有說呢 3500萬元 來過來幫我找一下 那我來看到在這裡 這個退役的 他的流程是這樣 一個退役的陳姓的軍官 吸收蕭翔雲 然後2022年吸收的時候 他在吸收這個 當時是退役軍人謝秉承 然後謝秉承再去找謝忠孝 然後那時候中共的航母 據說是山東號 在接近我們24海里的時候呢 他就說 你可以開這個直升機 你就低飛五分鐘 然後你就降落在大型航母當中 大家說怎麼有可能 這樣的一個狀況啦 你可以看到這個 CH47契努克直升機 造價就48億美元啦 那當然呢 這個是美元嗎 打錯了台幣 我說48億美元天價 但是這個是48億台幣 但問題是說48億台幣 你今天給人家給你的錢 是4.8億 我這個飛過去 48億台幣 中國當然是賺了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是不是真的有到4.8億喔 真的假的 然後呢 現在更好笑 這個謝秉承 他在台中開了一個南公關公司 把這個地方又設為是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台灣部隊 這是不是太反串了 那邱國正國防部長就說 這些連中共對我們有很多的動作 拉攏我們的人呢 的確受到蠻大的影響 那侯友宜之外 韓國瑜說馬文軍像腊肉 因為被民進黨吊起來打 但是你看在這裡 這個是什麼韓國瑜的2.0啊 2003年 2019年 對不對 你看馬文軍 他是吃國土 他從1坪不到10塊錢 去租700坪的國有土地 韓國瑜呢 李嘉芬把這個雲林農社 違建 說拆一拆 然後賣給友人 很多人就說 你是賣真的還賣假的 因為那個到後來的真相 都沒有講得非常的清楚 好 我們今天就來看到 所以呢 國民黨在這裡 就是袒護 所謂的農社改建嗎 韓國瑜自己在雲林的農社 自己不當選 他現在還跑去幫馬文軍助選 我覺得馬文軍心裡可能非常的挫 我們的一連燦報導呢 我們先從今天的抽籤開始 朱立文在2015年 把一億八千萬趕快轉到四個基金會去 先脫殘了 馬上準備資料 其實喔 你只要上網去查 就說這哪裡需要什麼準備 油輪次了 啊啊啊啊啊啊 一串過年的辣肉要去打他 主建議如果任地有問題 我們一定遵照政府的法令規定 委員現在也來到現場了 請問您是否同意中國介入台灣的選舉 是否同意 例如說重慶國台辦 招待我們彰化的村里長 同仁們到中國旅遊 乾脆我們直接去他家違建前面 再來辦個直播好了 讓他哭得更大聲 讓我們 阿伯 阿伯你有很感動嗎 美德雙拳穩定向前 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跟台灣人民的祝福 那很高興今天抽到 美德雙拳穩定向前 代表著勝利的二號 比出二剛好也是勝利首試 小美琴直接為看板貼上新號刺 出訪池更安排年輕朋友 有戰一排打造年輕形象 而想搶年輕票的還有 還有我們來看到 柯文哲的部分 他是第二個抽籤的 2024總統候選人 抽籤號刺正式出爐 抽到一號牽王的是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中選會樓上抽出號刺 樓下支持者立刻爆出一陣歡呼 義無反顧 批一次 最好選擇選一號 是蜥蜴的 沒有很注重這種東西的 就是一個號碼嘛 就給投票總共一個號碼讓他選 強調務實科學理性對號刺沒在迷信 不過或許也只相信自己手氣 三組候選人只有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親自來抽 好我們來看到 在這裡另一方面 侯友宜跟趙少康都沒有來 他們今天下午重頭戲 就是公佈了這麼一個國防的政策 承諾未來當選十個月內就會公布安全戰略 承諾未來當選十個月內就會公布安全戰略報告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發布國防外交政策 一開口先對國軍弟兄放福利 百億加薪裡面最重要的戰鬥單位 戰鬥單位自願役 每個月我最少給他加薪一萬元 至於其他的自願役 也有八千 也有七千 六千 這不等 按照我們明年要編的預算 六千億來算 那只加了一百零六億 其實不多啦 除了幫自願役軍人加薪 會有意義要提升國軍的使命感和榮譽感 九三軍人節 我們要改為全民進軍 全國放下 來讓大家對我們的軍人是崇敬的 而針對義務役士兵 何友宜意外的沒有提出 過去來贏主張的要將一年一期改回四個月 僅僅喊出要縮短等待服兵役的時間 有時候你在等 你要找工作也不是 不找工作也不是 那那個時段就很尷尬 所以我們要把入伍的時間 希望能夠及早 不要再等了 強化國防充足的兵力是重中之重 但面對兩岸 他有講到的相關的是說 大家等待兵單的時間縮小 但是沒有提到義務役要恢復四個月 那我覺得很奇怪 講到這裡 那為什麼侯友宜沒有提呢 你當時不是 趙少康又說 他如果出來幹嘛幹嘛 他就要縮短為四個月 所以第一個他沒有提 第二個他也沒有提的 不敢提的 就是重啟服帽 好 回到這裡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我覺得經過這整個幾天的吵來吵去的狀況 我覺得此風不可掌 因為這種此風不可掌就是說 你們的信任度都是被破壞掉了 尤其我特別看到在三黨的候選人當中 目前還沒有民進黨出來講說 我內參民調如何如何 然後就賣神秘的 我就看到最愛賣神秘的是誰 第一個是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最早的時候 朱立倫講了兩次 我國民黨是贏賴清德 然後至於內容我不用公布 然後呢民眾黨也學了 說我跟你講我的民調超過了 侯友宜跟趙少康 所以大家到底要想到相信你們嗎 你可以看其他的民調出來數字 就不是這樣嘛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啊 就是講到了侯康直播 趙少康今天說 根據國民黨最新的民調 昨天侯康佩跟賴肖佩民調只差1%呀 20到29歲 侯康佩跟賴肖佩打平啊 然後呢再來加碼 國民黨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如堅說 藍內參的民調孤 光是以台北市來講 區域立委至少50席啊 不分區上看14席 如果只看台北市大選民調 侯友宜衝上第一啦 賴清德第二 柯文哲第三只有10% 差距蠻大 所以你這個是什麼 把自己拉上超過賴清德 順便要try 柯文哲一腳說你只有10% 然後再來呢 柯文哲這邊民眾黨啊 黃珊珊昨天在KPTV節目 公佈了內參民調 就說呢 賴肖佩有29.9 柯銀佩27.6 侯康佩24.3 那你可以看到的這麼一個數字 他可以講到的內容啊 就是說 柯文哲是用什麼加權的方式 變成27.6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裡面 這個是 就是 黃珊珊公佈的 他公佈了這個民調 但是他裡面的加權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這裡哦 我跟你講哦 有一種民調叫做 你看不懂的民調 真的嘛 你看哦 先釋化的加權錢 手機加權錢 釋化手機合併加權錢 釋化單獨加權 然後最後他就得出27.6 我是覺得最好是這樣啦 要不然你這樣子 你自己去做一個成績 讓自己覺得很開心 沒有用嘛 你真正考幾分 才是重點吧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告訴大家 黃國昌的這個部分 黃國昌 他出來最大的問題 其實啊 PTT裡面 我跟你講 PTT裡面也有很多 是反律的哦 你不能說PTT是側翼哦 PTT裡面的鄉民就說奇怪了 1992年10月31號是這樣 2005年8月10號 你看起來乍看房子很多 可是你去比照位置不對啊 他這個位置一過來 距離是在這裡啊 你這個房子 你到底是弄哪裡的空拍圖 所以他們就說你的空拍圖 是真的假的 然後今天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可以說黃國昌就很生氣 黃國昌啊 今天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剛好是講別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我沒有造假 黃國昌說到現在為止 有綠營側翼在抹黑 說我的圖卡是造假 他就說就拿出來圖說 我跟你說 這個地方是農業部 林務署官房耶 怎麼可能造假 但是你要不要跟我們講清楚 那你說沒有造假 那位置怎麼兜不上 對不對 你要講位置怎麼兜不上 然後呢 他就說 哎呀明明是在擔任了 立委期間才有的違建 為什麼要欺騙台灣社會說是公寮改建 他上個禮拜對賴清德PK 還有說賴還是立委說 為什麼沒有如實做財產申報 然後針對2003年新蓋的房屋 沒有繳過房屋稅 為什麼要欺騙大眾 我跟你講 我在這裡就先講一部分 我跟你講這個房子又不是多大的豪宅 你會認為有人故意不要付稅嗎 我在這裡就呼籲我們的新北市政府 雖然說侯友宜請假了 你其他公務人員 你調出來嘛 你調出來 你發給賴清德家人在萬里的老房子 要付的稅 你可以全部電腦都可以印出來 他到底哪一筆沒有付嘛 你調出來嘛 我們來看 每一張圖的原圖 我全部貼在這邊給大家看 將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老家的 林務署空拍照一張張排出來 秀給媒體看 民眾黨部分區立委參選人黃國昌 從這一度猛攻賴清德老家為見爭議 有綠營的側翼開始造謠抹黑 說我在記者會上面所出示的那些圖 是造假的 我看了以後 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樣去形容 這一些毫無下限的行為 由我們農業部上面所蓋的章 那難不成是我們的農業部 為了要去陷害賴清德主席 我們的農業部竟然會出示假的照片嗎 這種抹黑造謠的行為 是你要背書的嗎 黃國昌活力全開 緊咬賴清德違建政議不放 在這裡大家就來看 現在他們好像剩下能打的 就是賴清德的這麼一個 在萬里的老家 那我接下來看到 什麼是豪宅 我就講到這個事情 是不是又回力標 弄到了這個民眾黨的柯文哲這裡 不過說真的啦 這個房子是吳欣營自己的 他有錢也沒有罪嘛 他靠自己的能力有這個錢 或爸爸媽媽給他沒有罪 可是這個事情凸顯了 就是柯文哲真的是草包 因為我講他沒有超過三次 應該不至於被告 那他就是包草 為什麼呢 他竟然在現場 他什麼都不知道 就隨便信口開合說 啊那個是他老公嘛 他老公有錢 他老公的房子 我跟你講錯 那個是吳欣營的房子 為什麼 當他還沒有跟他老公結婚 怎麼可能他老公的房子 是在他名下 然後後來又登陸出來 你知道他老公到現在 財產沒有申報 是一個蠻大的問題嘛 那我先來跟大家講 這怎麼回事 這個就是網紅 波蘭籍的網紅啊 就是呢 斯坦 他昨天在臉書啊 就PO影片啊 他跑去打卡 吳欣營倫敦豪宅啊 在這個Charlesworth House 他說這就是 柯文哲居住陣營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房子啊 距離近啊 非富即貴 就是說很厲害了 從他家到白近漢宮啊 非常近 這個其實說真的 我還是要講 他很有這個錢 沒什麼了不起 他們家很有錢 這不是他自己賺的 他爸媽給的嘛 付爸爸 付媽媽媽嘛 但問題是 這個沒有違法 可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柯文哲搞錯啦 你柯文哲說 那是他老公的房子啊 這個是11月26號 溫朗東爆出的6.6億豪宅 在倫敦南肯興頓高級的街區 就在這個地方 財產申報呢 這裡也有喔 財產申報呢 是102年12月登記 猜他的名下 但是 吳欣營是111年 才跟比利時丈夫雷諾再婚 那你看喔 102年跟111年差多少年 不是差一兩年耶 那個時候人家根本沒有交往耶 你把房子就說是他老公的 柯文哲也實在太滿嘴跑火車了吧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這個是吳欣營的房子 然後柯文哲說 嫁給有錢人不是他的錯啊 選舉這種東西看看就好 說豪宅是吳欣營老公的 我真的覺得快昏倒 那我們來看看 不管是誰的 我們在現場看到他的外觀 也算是開眼界 我們就來看這個網紅的開箱 他嫁給有錢人 這也不是他的錯啊 對不對 他先生有那一棟豪宅 我是不曉得 我是不曉得那個道立是多豪宅 但是這個選舉期間 這種動作一定是會有的 所以看一看就好 好 我們來看到這個部分 但是柯市長 柯前市長 你講錯了 那個是吳欣營的房子 不是 吳欣營的房子 不是他老公的房子 為什麼我現在要講這個吳欣營 因為吳欣營這個部分 大家看到他有時候溫溫的 但這次實在是冷面笑將 因為就是我們知道中國對台灣戒選 然後這個陸委會要去查 很正常 國民黨的立委 竟然就去刪陸委會的預算 然後刪了以後 民進黨就開記者會說 你們這些國民黨的人是吃裡爬外嗎 你為什麼要去跟著中國 去對付我們的陸委會 然後呢 謝一鳳跟曾明中到了現場 臉好臭 什麼都不說 然後後面就回去開記者會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這個刪除陸委會的 我38項預算 我絕對不撤回 你來跟我談好了 你民進黨一個一個來跟我談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他說退出了 痛斥即可起 退出立法院協商 這樣子你抹黑抹紅 既然時代都不會發生啊 曾明中說除非民進黨正式道歉 否則我們很委屈 我想請問你委屈在哪裡啊 你是幫著中國 在打壓我們的陸委會 你有沒有搞清楚啊 我們來看 很多人來台灣就是指名 要來這個創新館 上午才剛抽完號次 下午趕場到新竹 參觀台積創新館 看得出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 蕭美青很關心 台積電的第一個字就是台 那台積電永遠都是台灣的台積電 但是我們的產業要能夠擴大 好我們來看到呢 在這裡是不是誰當選了之後 明年就會到熊本來做這個開幕的儀式 好我們再來看到的在立法院 現在也來到現場了 國民黨立委謝伊鳳 突然闖入民進黨記者會踢館 雙眼直盯著立委選戰對手 吳英寧似乎是想來個正面對決 我們可以請問您是否同意 中國介入台灣的選舉 吳英寧要對手說明 中國競選立場 不過踢館的謝伊鳳 就這樣站在媒體席旁 一言不發大眼瞪小眼 僵持五分鐘 來到台灣就是您謝家 這邊長期以來都在招待 正常火藥會中 國民黨團立委總召 曾明宗與民進黨立委 莊瑞雄一旁交頭接耳 才終於讓對之落幕 不過民進黨團指控西伊鳳 刻意提案凍結 陸委會的百萬預算 立憂卻是陸委會日前發布 中國大陸情勢報告 明確指出隨著大選逼近 中共借選力道更加強大 不滿民進黨團搞政治攻防 他是講說民進黨團阻礙了他 那應該是阻礙了他 修理陸委會吧 你們這樣國民黨如果被阻礙了的話 你很難對中國的朋友交代 不是嗎 我是這樣的連結啦 也許不是這樣子 但不是這樣子 我就覺得奇怪了 你們幹嘛這麼生氣 你們應該去怪中國 介入台灣選舉 而不是怪陸委會 好 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就是徐若軒跟楊晨琳的話題 還有這個北女的老師 當然他本身被起底了一些 他的政治傾向 柯文哲真的是又烏龍了 那我先講徐若軒的部分 他在10號昨天發文235個字 正式跟新加坡籍的老公林雲峰 已經是簽字離婚 他們兩個結婚了9年 也有一個小朋友 但是因為上次就被爆出說 因為是王立宏的前妻 就是說他在違反七天防疫自主健康 等不及都要跑去徐若軒他家吃火鍋 那楊晨琳是說他在河南鄭州演唱 說河南人愛騙人 就引發軒然大波 但他有說對不起 但是大家不買單 就說你這是一種歧視 他的先生是中國歌手李榮浩 上一次失言他說 他是參加節目 還有詩和遠方說 其實在台灣沒吃過什麼海鮮 在台灣吃海鮮很困難 也被大家罵翻 那我們看一下歐桂芝 他被起底的是什麼 就是說他說蔡英文2016年曾說 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道歉 他拿這個來講 但他被起底 進入北宜女當國文老師 被起底今年8月到香港參加 台陸港澳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 他回應說 連兩岸交流都已經會被貼上 什麼標籤嗎 這個是瘋了嗎 這個部分我覺得尊重他的參加活動 但是他在2023年8月29號 投書媒體民間週報 標題是2023年第20屆台陸港澳的 這個活動 寫下曾經冥亡的港台青年 也要逐一走回歸鄉之路 我想周庭跟他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樣吧 那當然在這裡呢 他就說有學生就說 他上課都在講一些政治的問題 校友覺得這樣很不好 因為主要的原因是 你是教國文嘛 你幹嘛去講政治呢 那北一女友回應了 針對校內師生發言 學校尊重言論自由 沒有辦法代表對外回應 那柯文哲跟趙奧康的師言是什麼 柯文哲他發文說 彰化的潮間帶插滿了風力發電機 跟焚化爐帶來的空污問題 王美花打臉說 對不起 我們688個安裝網幣的風力發電機 是在哪裡 是在陸地跟海上 沒有在潮間帶 然後柯文哲說 我們學意不清了 另一方面再來看到 他呢 趙少康說 他要成立軍事觀察團到大陸 也被酸爆了說 那你要去第一線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 賴清德說 哪三區當選 就可以國會過半 第一個 南投線 對上馬文君的蔡明軒 第二個台北市第七選區 對上許巧新的許淑華 第三個新北市第趴選區 就是江友昌要交棒給吳征 當然了 香港選舉昨天進行 他可以說呢 是新制之後第一次 原來的議會 本來是452席 變成88席 結果大家根本都不去投 你民主都被吃掉了 投票率只有27.54 之前2019年 是70%左右的投票率 我想臺灣應該不會走到那條路吧 我們看一下報導 沒有一隻是設在朝鮮蛋 這個是我們學藝不精 用字不夠 不夠精確 好友誼 動帥 好友誼 動帥 不要再追思懷念 丟掉政權的崇禎皇帝 候選人當中 他一開始就把你完全封殺 你任何一個所謂的非建制派都有 任何一個民主派都沒有 我們進廣告就回來一分鐘要看到的 這到底怎麼回事 就是中正紀念堂砍樹 你沒有聽老人家講嗎 砍樹是很不好的行為喔 有點明信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臺志願生氣了 為什麼 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來 我們來告訴大家 國防部公布 就今天應該是昨天的新聞 沿著海峽中線 就是由北往南穿越的就是山東號 那另外呢 臺志願為什麼大罵蔣安安 你看這個中正紀念堂裡面的樹 都被砍成這樣子 斷了 腰斬 然後還給我設一個什麼西燕區 然後臺北市政府副發言人就說 其實在這裡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最主要的原因是說 那些樹是有病的才把它砍掉 但是你有必要來看一下 砍成這樣子一大片都砍掉嗎 我們進廣告馬上回來看馬文君明天要被告 好 歡迎回來我們知道呢 賴清德12月21號到24號四天從宜蘭順時鐘這樣子繞台灣一圈 但另一方面呢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這個很奇怪 這個彌猴在中山大學學生因為這樣子而受傷了 八針耶 小心我們進廣告 好 歡迎回到現場我們要來看到的在這裡啊 就是明天蔡明軒要去講馬文君她是申報不實 來看一下今天蕭美琴的場資 非常熱烈